你好 歡迎收看9月25號的未來電視 節目一開始馬上帶您關心 今天有哪些新聞重點 包括了盜版有理 居然成為Netflix購片的風向球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帶您一塊來關心 為了增加用戶的使用年度 YouTube將推出新功能 我們有完整報導 最後帶您看到的是 美國串流影音網站的發展動態整理 根據Insight轉載自虎秀網站的報導 盜版居然成為串流影音網站Netflix購買旗下電視劇的風向球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然而是Netflix在荷蘭拓展業務時 內容採購的副總裁Kerry Merriman曾經向記者透露 購買影集時會在盜版網站上看看哪些內容受歡迎 像是決定買下電視劇《月遇》在荷蘭的版權 就是因為這部電視劇在荷蘭的盜版非常猖獗 不只如此Netflix的CEO Reed Hastings也曾經公開表示 透過網路分享電視劇在Netflix提供的電視劇和電影服務當中 用戶只需要點擊按鈕就可以觀賞 比起BT下載更為容易 而在文章中也強調 Netflix並不是唯一利用盜版網站觀察未來趨勢的內容供應商 時代華納的CEO Jeff Biggs不僅對HBO旗下的權力 遊戲成為2012年盜版最多的電視劇感到相當興奮 甚至還語出驚人的表示 相較於艾美獎 他認為盜版的出現也將替他們帶來更多的內容訂戶 據GIGA Home報導 YouTube正低調進行與Google Chromecast Dungle有關的測試 主要是讓一般網站上嵌入式的影片能夠直接透過Chromecast移轉到電視機上播放 一些眼尖的Chromecast用戶發現最近Chromecast的Play to TV小按鈕 會在Google Plus等網站上嵌入式YouTube影片上秀出 對此YouTube的發言人也表示他們一直嘗試各種方式 來方便使用者找尋觀賞和分享影片 這項功能的意涵在於使用者一邊使用行動裝置瀏覽網站 一邊可隨時讓網站上的影片在電視機上播放 第二與第一螢幕的使用互不干擾 如此將有助於延長使用者播放YouTube的時間 也增加接觸YouTube廣告的機會 同樣為了方便觀賞 根據Engager的報導 YouTube App將於11月推出具有時效的離線播放功能 預設將為啟動狀態 使用者將可在OnDevice的欄位中找到下載好的影片 不過基於內容保護 影片有48小時的觀賞期限 另外離線播放的影片 仍會出現Google的InStream廣告 影片的離線觀看率也會加到影片的總觀看率中 接下來是Google的消息 根據TK邦報道 Google正與EDX網站合作 創建教育界的YouTube 這個類似YouTube的平台將提供工具 讓教育者更容易製作原創線上課程 平台將命名為MOCC一指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 預計在2014年上線 據了解EDX是Huffle和MIT合作的線上教學網站 服務對象為大專業院校 對於EDX來說 他們需要Google的雲端支援 以便服務對象拓展到一般大眾 而對於Google來說 他們需要有名望有內容的合作夥伴 以便於延伸開發去年發表的 線上課程創建系統CourseBuilder 雖然人人都是學習者 也都是施教者的Open模式頗具話題 但如何在此模式中保有高品質 將是一大挑戰 根據Insight網站整理報導 隨著用戶對於串流影音平台的使用時間增加 美國三大串流影音網 Netflix、Amazon和Hulu 開始發展新的經營策略 包括採購影片 增加內容的豐富度 和宣傳行銷預算上 以增加內容豐富度來說 擁有將近2900萬名訂閱戶的Netflix 從千部影片起家 創建6年來 內容已經增加將近千倍 Netflix還和美國的溫斯坦影業簽訂協議 從2016年開始 將獨佔網路影音的播放權 光是在內容投資上 有分析師就預估 Netflix每年將付出 3000萬美金的權利金 而不只如此 Netflix也花大錢投資自創內容 像是獲得愛美獎 多項提名的影集紙牌屋 和獨角脫口秀等等 另外Amazon則是結合 免費快遞 和串流影音的Prime服務 從2011年開始 也累計將近4萬部影片 和上千萬的用戶 最後擁有400萬名的 Hulu Plus訂閱戶 也獲得Comcast Disney 和21世紀福斯等合夥人加碼 注入7億5千萬美元的資金 訂閱戶的增長 帶動使用時間的增加 Netflix調查 今年第一季 每人平均每月花費 8小時20分鐘的時間 在收看串流影視 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3小時 而為了搶食串流影音的大餅 過去一年 Netflix花費1億6千萬美元 在廣告行銷上 值得注意的是 有超過半數是以線上廣告的方式投放 而Amazon雖然較為節省 也在Prime服務上編列將近1千萬美元的廣告預算 其他串流影音業者包括Verizon的Redbox Instant 和Walmart百貨的Voodoo也正激起直追 而Microsoft也正式宣布將在 Xbox遊戲平台上推出Halo電視影集 經營多年的YouTube 也累積了不少專業製作可發展成付費的頻道 當消費者對於串流影音的需求日漸增加 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 一場串流影音業者的戰爭 儼然正悄悄開打 更多消息提供給您 中國搜尋龍頭百度正式推出了 高畫質規格的百度影視棒 功能類似Google的Chromecast 目前開放在京東電子平台上預購 售價198元人民幣 它內置無線的Wi-Fi功能 支援通用的多螢幕互動技術 DLNA和AirPlay 以及百度專屬的BDPlay 使用者只要將它插到電視的HDMI插槽 就能將手機平板上的串流影音內容 輕鬆投射到電視上播放 根據Wi-Sview研究 2013年4K電視面板出貨滲透率只有0.8% 部分因為4K產品的過高定位和設價 預料2014年各大廠面板 包含群創將致力於簡化架構 調整規格 以開發低成本的4K面板 使得滲透率有機會攀升至2% 但整體而言 市場仍受到4K製播傳輸標準未明 4K內容缺乏的影響 根據Engager的報導 一手打造任天堂的傳奇人物 Shanep日前 因為肺炎磁勢享受85歲 1949年Shanep接手成為第三代社長時 任天堂只是生產遊戲紙牌的公司 在他的帶領之下 任天堂開發了紅白機等經典產品 對於遊戲消費電子 甚至是我們這世代的歡樂 皆有聲援的影響 中文字幕提供